空军战力持续的提升 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它的第五代战机 也就是歼20 画面上我们开始看到 已经开始服役了 而且是大量服役 解放军的网络媒体也做了一个报道 说中国大陆的歼20生产速度已经快到 飞行员都已经公布应求 甚至出现了机等人的局面 歼20目前服役数量是落在250架到300架之间 飞机比飞行员还要多 导致部分的飞行员从驾驶 它本来是开二代机的歼7 直接开到五代战机歼20了 所以让歼20现在是快速的大量成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代表共军的空军战力 正在跨世代的大幅升级呢 能有办法突然间升级上来吗 委员您怎么看 突然间升级当然要冒一点风险 而且是应该要经过一个 更加严格的磨练跟考验 否则一下子从所谓的歼7 歼7年纪比你大很多 歼7是1965年到现在已经有59年的时间了 这个中间有出现过歼10 歼10、歼10、歼15等等 到现在的歼20已经好几代了 对于现在还有没有多少人在飞歼10 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940架 是从米格241原型手转型过来的飞机 在那个年代里面性能真的是不差 而且培养了很多中国大陆新一代的飞行员 那有人早就转去飞歼10、歼15 如果说有人现在还能够从新的飞行员 从歼20来不及等歼10跟歼15 直接跳歼20 不可否认在飞行时数上是有点冒险 差点很大 要看这个有飞行经验的张将军 看怎么评估他从年轻到成熟的这个阶段 要经过什么严格的训练 可是你有飞机没有飞行员还是不行 不像台湾飞行员也不太过 飞机也不太过 这个情形刚好让我们很羡慕整个颠倒过来 所以表示中国大陆这种五代逆中型的战机 歼20已经到达非常成熟了 要不然你想想看 动不动就两三百架两三百架这样出厂 那个以目前美国的制造能力都已经相形落后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时候要大幅度的升级 以后整个中国大陆的天空 大概除了在所谓舰载机还用歼15以外 大概其他都换成歼20 因为歼20据了解是大陆解放军 那个空军不是舰载飞行员 空军最喜欢的机型 好所以这个制造的速度可以非常快速 但是这个飞行员的素质能不能快速升级 第二代就是立刻改飞成第五代战机 现在是说恐怕连美国也做不到 我们先来看到一下中共的部分 在二代战机飞行员 他们通常换装要经过一些世代 直接跨越两世代来说 可能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危险 那现在全球装备五代战机的国家也不多 美俄空军基本上是四五代的这个混装混编来一起做 那能够飞到第五代战机的飞行员都绝对是精英 好 特别来请教空军了 张延廷将军如何看第二代升到第五代 这个飞行员跟得上吗 我认为是个挑战 某些飞行员应该跟得上 飞行训练员他要循序渐进 不可以抱扬上述 不然风险极大 因为他一个人在飞行 战斗机都是一个人的 那他怎么样在空中做处置 以前我们在四阶段四机种 第一个一定是飞螺旋桨 我飞螺旋桨飞了70小时 然后完毕的时候开始喷射 就是T33也叫做F80 飞了110小时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 空军官要毕业飞了180小时 然后就到步行队第三阶段 步行队是第三阶段 我飞了77小时 那是F51 这是第三阶段 那飞了77小时的时候 大概77小时是77克 一克一个小时 完毕之后我就变成战轴机飞行员 这是在步驯阶段 已经到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那时候我们像德国买的 阿里山八号F1动4 那就变成第四阶段 我就飞腰动4去了 一直到大陆 照侦查侦照 就飞腰动4 所以我们来看 是由浅入深 由慢变快 看你的反应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 因为他的体量大 人多 他可以量中取值 选精英 选高标的 跟顶标的人来飞行 因为他有势力的限制 还有反应的限制 有的人他会读书 我们同学也是 读书读得很棒 但是反应慢 有的人他这个反应 在地面上很厉害 打篮球非常的刁砖 我看他钻来钻去 但是地上一条龙 天上一条虫 他就不行 他东南西北搞不清楚 就这样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演员 叫九孔 他小我五届 他中正一届上海九孔 他一上去之后 东南西北搞不清楚 要回机场 机场在哪里啊 现在要回家啦 因为游戏没有啦 要回去了 他搞不清楚 所以他被淘汰 我其实才知道九孔是 对 我也是 今天才知道 我觉得他演艺人 因为他飞不出来 空间迷向 他没办法回去 他被淘汰 淘汰说 我就是要飞行的 结果被淘汰 所以他离开了 走演艺界 他走得还蛮顺利 蛮成功的 要不然他小我五届 因为他低我五旗 是这个样 所以他认为 现在变成了 变成到第五代的 他从第一代 一定是我先讲中 然后第二代出叫巴 喷射的了 开始变成那个喷射的巴 完毕之后 我认为要选顶标 我们这一百个飞行员 选前面第五名 前五名的 去直接飞 第五代战机 可以 那前面的 其他95% 对不起 你们继续走三阶段 因为你们不行 那前面底段 哇 放单飞 两刻就可以了 我判断整个下滑道 然后整个侧场 也不会overturn 也不会underturn 都可以 整个下滑道 把握得很好 落得非常的精准 在空中做拦截的时候 一下就可以拦截道 这个不错 这个飞行的 这个训练的 这个它的感应力 还有吸收力 领悟力 还有保持力 还有判断力 还有修正力 都蛮强的 这个就直接送到第五代 不要再浪费了 因为现在 时间非常地珍贵 因为这个将来 可能飞到第五代的 将来要培养太空人 要到神州去 要飞太空船 那所有的太空人 全部是飞行员出来的 你连飞机都不会看 怎么去飞那火箭 一定是这个样 所以他们 这个出来 这个将来的 主要培养到神州 飞行太空大队 去当那个太空人 是这个样 那有几个要补充 因为中国大陆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它所有的飞机自己坐 所以它里面的技术命令 都使用中文 你看我们都讲英文 我们空中领航都讲英文 因为我们要跟美国联讯 而且我们买的是美国飞机 全部都是用英字 你还换成功字 脑筋都要转一下 然后讲的是英文 我们母语是中文 你都去换算一下 中国大陆全部都是中文 所以它的语言转换 先省掉 省掉很多是 这个安全性数又提高 因为有时候你会误判 到底左掌还右转 你要去想一下 到底这个时候 是要怎么修正 这个又过了一个关卡 所以中国大陆 它可以直接都是技术命令 直接用母语 直接用母语操纵 是这样的 第二个现在 有模拟机 在模拟机上先考核 先上飞这个模拟机 你飞飞看 保持平衡 现在保持 它开始转弯 开始做拦截 在后面 就在后面看模拟机 模拟机没有任何风险 反正就是那个模拟器 但是模拟机现在仿真度 越来越高 可以到达85% 更真的状况 只是说它没有那种 那种立体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荧幕什么都是很真实 那现在大家先多飞模拟机 多飞几克 你飞个10克20克 让你熟悉第五代战机的模式 因为你已经飞行员了 你已经到达200小时 300小时了 你去飞模拟机 有模拟机来看你合不合乎 那可以直接上 上的话 在坐舱时期 地面教育 地面学科 然后开始地面滑行 之后开始做飞行训练 是这样 但是不要忘了 你这些相关的训练完毕之后 还有航空生理训练 还有离心机训练 陆上求生训练 海上求生训练 错觉机训练 空间迷向训练 都要做 那看 这个每一个都要做 评分做衡量 在顶标的 将来就是直接从第二代 跳到第五代 省掉三十代 那现在的话 有这些辅助的模拟机 有这些多重的考核 可以克服这一方面的条件 所以到第二代 到第五代 顶尖的 拔尖的 顶标的飞行员 应该可以克服 好 看完中国的飞行员的部分 我们把眼光放大 我们来比比看 美俄中 现在在战机的总体量 还有他们最先进的 第五代战机 现在数量上面 我们都三个国家 一起来做比较 先来看美国 这是来自于韩国军事杂志的报道 比较的时间 日期是在2023年 这一全年 美国的数量 总体是达到5100多架 第五代战机F35 数量超过1000架 这是美国的部分 俄罗斯4000多架 第五代战机 S数57交付量 只有个位数 最后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总体战机数 达到1966架 数量落后于美俄 但是注意了 在歼20 也就是它第五代战机的部分 达到了300架 现在可以说 以第五代战机来讲 大陆已经超越俄罗斯 紧追美国吗 老大怎么看 首先两边要比空军战力 第一个说比量 你有多少飞机 其实更重要是比值 那这个值你要分两个 一个是飞机的品质 第二个是人的品质 那人的值的话 第一个你是飞行员 其实修复人员也很重要 对 因为一个飞机的妥善力怎么样 这是整个一个修复人员在那个 所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轰炸美国以后 希特勒跟日本讲过 你们把美国的飞机船打掉的时候 记者要把那些人都杀光 他说为什么 因为美国一两年又造个飞机 又造个军舰 可是那个人他要训练几年 不训练几年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要杀 比你飞机打得要更重要 当然有没有这回事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看了 可能有这些讲了 他讲的是对的 当然很残忍 不过战争就是残忍的 那么现在大陆跟这个来几点 在地区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台湾真的要很小心 台湾选空军先注意体格 所以上次不几年前 我看了一个报道 三军官校考试了 这个空军官校 那个一般的程度最低的 好像说只有50分 就基本 然后陆军有70分 那个就几分 因为他叫体格 他体格核才可以选空军 可是中国大陆是先选智慧 先选其他的才干 因为他人多了 然后再来体格 所以他先考虑说 你的应变 你的应对 这个整个要那个 那另外中国大陆就说 他在高冬就去发掘人 他不像我们有空军优秀 他是直接在高冬 去发掘优秀的 还有他大陆的就是说 整个那个 他一直在那个嘛 就像他讲的 我进空军空军飞得好 我是太空人 对不对 我到太空去 所以他们的一个成就动机 非常强烈 行为动机 还有一个成就动机 所以这是那个 那么大陆他现在 来讲就是他这样整个跳一下的话呢 的确是有点风险 但是你说整个就是说 他可以从别的地方去一个改良 你像那个大陆 我们叫评估的话 你说那个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真的要作战 但照理论上这个办法就没有十年训练是不应该救战 都不对 可是大陆你看看 六七年就整个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数字的问题 是 因为他的人的数字也是一个 那另外我就觉得这个中国大陆假如说这个人这个非五代战机 可能假如他紧张也可能也就是两三年 因为他前面几年前就开始密布了 怎么找人才 怎么弄 怎么训练 而且大陆现在空军飞行训练的时数 是已经比美国比俄罗斯都多了 是 好 谢谢 谢谢老大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